- 近來因成員蕾拉呼麻遭到警方逮捕 YouTuber團體反骨男孩也因此被欺貼了臉 不過主頻道及其他成員人照常更新似乎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金融團長酷炫發文透露 公司目前缺業務和專案經歷 並強調自己在意的是員工的溝通能力、執行力 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至於薪資待遇的部分雖然不算高 但厲害的業務 每月最低收入都在六七萬以上 希望能招到有相關經驗的人才 或沒有相關工作經驗則可以應聘專案經理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藝人搶牆 也因高薪真才引發話題 他的團隊在招聘廣告上列出幾項要求 包括有專業剪輯、後製能力等等 同時也祭出五項福利 例如可居家辦公、提供健保、公餐、獎金、旅行 月薪則是高達五萬元 迎來不少網友留言驚呼 這薪資福利太讚了 希望能夠被錄取 請問大家 大家可以請問一請 大家可以請教我的 請問兩位 請問第一位 請問一位 說平安